蔡英文的副手即将在这个月第一的拳代会当中出炉 蔡英文的全国竞选总部 那么似乎也在运作当中 地点选择在新北市的新板特区 板桥车站正对面有一块空地 面积大约是1400平 9月份要开始要搭建总部了 很巧是这块地也在2008年 马销台北县的总部的位置 那么所了解是这次马英九也向重这块地 不过还是让蔡英文领先赢了 全国新北市长的蔡英文 选总统全国竞选总部 特地也选在新板特区 地点终于敲顶 对面是板桥火车站 在旁边就是新北市政府 蔡英文的全国竞选总部已经排版 就选在新板特区最重要的板桥文化路上 这块空地 这块地面积大约1400平 格局方正就在板桥三铁交汇 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上 占尽地利之便 暂时用铁皮围起来 9月份就会开始施工搭建 10月份正式开张营运 其实去年五度选战 蔡英文早就对这儿有印象 切块地争的超热门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黄俊哲 去年选举时总部也该在这儿 当时蔡英文还来站过台 2008年马肖北县竞选总部也同样选在这个地点 这回国民党马屋阵营的新北市总部也同样向中过这块地 只是蔡英文透过支持者帮忙先抢先赢 全国竞选总部终于搞定 小英万事俱备 现在只欠副手东风到位 三立新闻 亚寿经林宗勋黄大峰台北报道 除了副手之外 蔡英文的困境是什么 蔡英文的困境就是目前民进党的困境吗 民进党困境就是目前台湾人的困境吗 我们来看看宋楚瑜的参选 会不会蔡英文的冲击远远大过于国民党 那么宋楚瑜在上周接受媒体专访 谈成自己竞选总统的意愿 从零变成一 而在我们节目当中 陈胜胜已经认为宋楚瑜就参选到底 也是实际上的问题 包括刘文雄也肆没认同 旁人的纷纷劝劲 我们独家所掌握 台中有民众自发要为宋楚瑜设立 竞选总部的筹备处 作为辅选之用 不过亲民党党中央 现在没有接到地方的公文 只说争取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 也是需要全台布局 接下来看我们的报道 总统选不选宋楚瑜没讲明 旁人猛劝劲敲边鼓 就在中台湾 竞选总统筹备处已经准备设立 我们暂且先定在这里 静待党中央决定以后 我们就马上开始运作 为宋先生总统而往前冲 也要代表局营参选立委的台中市议员 段维宇特地带着业主一块场刊 这栋地上五楼地下一楼 楼地板面积超过235平的大楼 租金全由民众赞助 每个月省下超过10万元 位置就在甘肃路和天水中街 这个黄金三角窗 临近社区公园方便造势 还有140平停车场交通也很便利 坦白讲我们很希望宋先生能够来为台湾来付出 尽一份做社会公民的责任 这个倒不见得是为了 纯粹为了总统选举 那么因为我们要提部分区全国性的选票 所以各个地方还是需要有一个联络的地点 从基层蓄金能量要为宋楚瑜总统选举铺路 从网络民调分析超过半数的民众也认为 宋楚瑜选总统几率高过选立委或部分区 支持宋楚瑜角逐总统的民众也多过反对意见 零嘛当然一定一的话就比他高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讲好吧定位成一好不好 从不表态到有意愿 宋楚瑜一步步迈向参选总统路 的确有机可循 三内新闻综合报导 好宋楚瑜参选总统 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公布而已 但是联合报这个民调 您再看他一段一段了 宋若不选总统为何立委风火提名 宋楚瑜的心计透过他的累积的表述 已经完全悬漏 一在总统选举中 他的核心目标是想拉下马英九 即使用蔡英文拉下马英九也不为所愿 二在立委选举中 他的手段则是以权力设法增加 民进党的当选名额为主要目标 那么必相对增加亲民党成为关键少数几率 就总统选举而言 宋楚瑜绝无取代马英九的可能性 马英九即使因宋参选而被拉下 当选的也一定是蔡英文 而非宋楚瑜 为什么他知道结果 他为什么知道结果 然后宋楚瑜若以倒马而取代之为核心目标 则除非他当选总统不能说此心志 但宋楚瑜又绝无当选总统的可能 他为什么知道结果呢 他总不能够以我参选总统 是要蔡英文当选向社会交代吧 宋楚瑜绝无可能跳脱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局限 他意思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限 他必须决定是否要在这一场选举中 扮演一个对大局只有破坏性 而无建设性的角色 毕竟这是一场国民党马英九跟民进党 蔡英文两党双英相争的五五波的选战 宋楚瑜可以筹码反马倒马 但若他自己不可能倒马取而代之 则他必须解释 为何在国民党马英九跟民进党蔡英文的相对选举中 他一定要拉垮国民党及马英九 而协助保送民进党及蔡英文呢 难道倒马挺蔡 尽是宋楚瑜的核心战略目标吗 我请教授罗书磊 那你怎么样看 看起来已经知道结果了 他也知道宋楚瑜心来的想法 来 你怎么看 我想假如一个人的参选 是为了要拉下某一个人的话 那这个根本选民不会接受了 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一个候选人 他就说他的参选就是为了要拉下某一个人 他人家讲说他能够替民众做什么 能够替民众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能够替整个的台湾的未来 是不是能够更好 那我们今天真的讲说 那个宋主席 那这个逻辑通不通你告诉我 我之前那个逻辑真的很奇怪 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 你没有胜算的话 1996年我要印象 没记错 那个时候李登辉的满意度 大概有七成八成 如果照这样子的 那时候林安港和郝伯村不用选了 李敖好像有一组嘛 是不是 许信朗也一组嘛 陈李安也一组嘛 那个时候是五组嘛 那就其他人都不用选了 如果照他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2000年的总统大选 阿兵你不用选了 阿兵那时候看好度低于一成 看好度低于一成 阿兵也不用算了 阿兵也不用算了 如果照这样送出你不用选了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我是觉得这篇的社论是 那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我这件事是这样 现在不要用很多的一个 好像在把宋主席打趴了 其实反而越打 那个声势越起 因为台湾的民众的心里 都是那种比较同情弱者 都有那同情弱者 所以真正想帮马的人 其实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反而是害了 那是显现什么 优力真的在卖年在扩大是不是 那个简直是在害 那个简直实在是在害 害那个马主席 不是在 这是在帮倒忙 这个叫帮倒忙 因为民众他们 现在大家的那个自主意恋很强 那大家自有他的一个观察力 不是说什么某个社论写什么 或某篇文章写什么 大家就信 那尤其很多的媒体的立场 都有时候都也蛮偏颇的 那个绿的媒体有它绿的考量 蓝的媒体有它蓝的考量 那弄出来的话 其实现在的民众已经都很聪明了 好来 文雄大哥 来您怎么解读 这样的一个论述内容 如果照这样看 宋楚瑜你根本不需要选 你也 他的意思是你不能选 你是不能选 除非你有把握 你可以 那我问你是 他为什么有把握 宋楚瑜一定会落选 来怎么看 好 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边的社论 根本就是说 以我的看法 说应该宋贤应该就告他 这里面把宋贤讲了说 宋贤的动机 他就是造成这个 搞到半仙 全部都是动机 那宋贤参选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吗 那为什么宋贤讲这么多你都不听 你一定要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意识 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个一定要告他 第二个 我刚才说到 有立场可以 但是台湾人民 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段时间从7月10号开始 我说实话 宋贤说7月10号开始好起来 不是 而是7月10号以前的一个月 从3月开始 当国民党已经释放出说 我们要跟宋楚瑜见面 开始见面的时候 各位可以注意到 有一家电视台 每天以打送为那个 现在是5个打一个 每天打 我就发现越打票越多 我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我在那边说过 拜托继续打 因为你越打我们百分比越高 联盟我们说有没有民调 我说不晓得一定有 9月10号都出来了 越打越高 因为老百姓不相信 宋楚瑜即便有可骂之处 但是还不会到诸狗不如 他们是讲的比诸狗不如 第三点我觉得台湾人民 实在是聪明的 从几次选举下来 这一次 由于这一次 五都 我现在不要讲立委补选 五都下来的时候 国民党是输的 马英九根本就不当选了 如果以五都的票 和各县市政府的票来看的话 事实上现在来讲 马英九是落选的 那如果照这种逻辑的话 那马英九不应该选 因为他会落选 台湾让别人选 让别人会当选的选 所以从五都 如果大家愿意出来 很坦诚的把数字会讲话 把那个什么叫民调 最好的民调就是选票嘛 选票结果就是民调啊 五都为什么国民党 还输40万票 这里面还不算陈振胜 不是 还不算杨秋鑫啊 陈振胜 我现在一直想帮陈振胜拉票 各种时候想 大安区啦 一定要一年帮宋楚瑜 他上个礼拜五 已经在我们这个地方 帮宋楚瑜宣布参选总统了 杨秋鑫的票里面 他当过县长八年第一名的县长 至少有25万是来自他个人的选票嘛 顶多15万票是 蓝的有些给他 还差10万 换句话讲 五都的时候啊 光选票输50万 可是以前这个五都怎么样 是以100多万票 到输50 来回200万票了 还有各些是从基隆 我从基隆一直算到 算到屏东 屏东又算到花莲 花莲 台东 宜兰 算了半天 我们还有 国民党还差40万票 加起来外岛就不算了 这个时候请问马英九 我们还有什么道理说 你一定会当选 在这种不会当选的情况之下 当然人民也找个出口啊 所以蓝军